好 再來就是你們該會比較期待的彩妝品 我先從睫毛開始講好了 然後睫毛是KISS ME的 就是他們之前有舊版嘛 然後這個是新版 就是後來改包裝然後推可能更強的那個新版 然後因為他有兩個所以我兩個都買了 然後我連拆都還沒拆 因為為了要讓你們看所以我連拆都還沒拆 然後一個是花樣美肌的順俏自然卷纖長防水睫毛膏 然後一個是順俏自然卷濃密防水睫毛膏 所以一個是濃密款 紫色這個是濃密款 講話有點口齒不清 紫色這個是濃密款 然後粉紅色這個是鮮長款 然後我現在拆給你們看 這個是自然的 我看一下這兩個的顏色都有什麼差別 我總覺得他的平身好像沒有什麼差別 我看一下他刷頭沒有什麼差別 有他的刷頭 他的刷頭有差別 那個自然卷 自然卷纖長防水睫毛膏 這個他的頭是都長一樣 包裝都長一樣的 然後就是這種漸層的感覺 然後這個自然的就是 不是這個 自然的是 不是這個嗎 自然的是這一款 沒有那麼翹 沒有那麼翹 的感覺 不知道你們鏡頭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 比較沒那麼翹 就是比較直一點的 然後濃密的這個就比較彎 這個就比較彎 應該稍微應該看得出來 然後 再來是 喔 我最愛的眼線液筆 應該很多人都愛 就是Maybelline的 然後這他們也是他們新的 雖然包裝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可是就是新的 他們的舊款 舊款是長這樣 舊款長這樣 然後新款我現在拆 聽說更強 聽說更強 這邊是新款的 然後這邊是舊款的 然後我們買了咖啡色 咖啡色是橘色包裝 它還有一個紫色的 紫色就是濃黑 那這個橘色就是咖啡色 聽說更強 我知道再試試看 跟舊款有什麼差別 這個是 ZA最新出的 燕哲七光唇釉 然後這個 因為我現在才補貨 所以我 影片就會比較晚拍 那我應該還是會拍 ZA一系列的 四色影片跟心得 所以就放在裡面 然後再來是 就放 我介紹就會放在裡面 然後這邊就不多做介紹 然後再來也是 ZA的 超出色 艷玉唇彩筆 然後我也是 全部補齊 因為之前我就 我之前 我之前 我之前就買他們 其他顏色 然後這個是我 沒有買的 然後我就一次把它補齊 好 希望可以拍 試這影片給你們看 再來 是 蜜粉 其實我是一個 很少會去定妝的人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 定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沒有很喜歡定妝 然後我通常會定妝就是用蜜粉 掃一掃掃 掃一掃掃掃一掃掃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快的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找來我看開架的蜜粉 有沒有好用的 所以我就買了 魅典的 防曬蜜粉 這個還有防曬喔 SP-F18 PA++ 然後透明的 然後它的包裝就長這樣 其實很大罐欸 它這個很大罐 我覺得還蠻大罐的 而且感覺還蠻精緻的 有點蠻像專櫃的 至於老不好用了之後再跟你們說 然後再來是粉底液是 妙巴黎的果然美肌光清粉底 然後我色號是51號色亮膚色 然後我拿一下 它長這樣 然後它有塑膠瓶身跟玻璃瓶身的 這個是玻璃瓶身的是果然心肌光粉底液 一個是美肌光粉底液 塑膠是美肌光粉底液 粉底液 然後玻璃的是心肌光粉底液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們兩個的差別在哪 然後我之後可能會做這兩罐的差別欸 看哪一個比較好用 然後它們的差異是什麼 然後給我們看 再來我都要介紹的是 欸不對我還有一個東西 我還有一個我還買那個 妙巴黎的遮瑕 一個是51號色 一個是52號色 然後果然美肌遮瑕膏 然後再來是要介紹 Roreal的都是Roreal一系列 Roreal的因為我想拍Roreal一系列的東西 然後我買了他們的三支 這個我就沒有全買了 因為我覺得有些顏色還蠻相近的耶 沒必要全買 然後 而且我覺得它一支還蠻貴的 這個 阿怎麼沒洗髮子 巴黎萊雅的花樣漸層氣墊唇彩 然後我買了三個顏色 然後我買了三個顏色 一個是BO2 BO3 BO8 然後這個是唇彩 然後這兩支 是眼影 不是唇彩喔 雖然它們很像 可是還是有點差別 也是 巴黎萊雅的 魅眼明鈴氣墊光燦眼影筆 然後我買了兩個顏色 它總共眼影有四個顏色 可是我買了兩個顏色 然後 有一個顏色我覺得 有兩個顏色我覺得很相近 然後有一個是黑色我沒有買 可是我買 煙燻酒紅跟柔和古銅 我覺得這柔和古銅超好看的 我之後會再做 做試色影片給你們看 然後 唇彩跟眼影嘛 然後跟 粉底 之前我只有買Maybelline的粉底 我只沒有買Roreal的粉底 是因為 我去試色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顏色 都偏白 Maybelline的比較偏黃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 東方人皮膚都比較偏黃 所以我就覺得Roreal的這個 氣墊的顏色不是 不是太適合我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買 然後呢 想說要做Roreal的一系列 那我就也把它的 氣墊粉餅買下來 然後我是買自然色 因為它另外的顏色 好粉喔 我真的很不喜歡 然後 它還有SPF29PA三個加 然後它就是一個很 應該是偏 偏粉的 蓋子 這應該 這應該 很多人介紹過 然後也有做 影片了 然後真的是全新喔 連拆都沒拆 全新的 然後裡面就是 還沒拆 然後之後我一樣會做介紹 好 再來是 兩塊 算是它們 新出的氣墊腮紅 然後 嗯 據我所知的話 IOP有出氣墊腮紅 然後 好像目前 在開架櫃上 好像 不太看得出 不太有出氣墊腮紅 還是目前只有Roreal有出 反正我只有看到Roreal有出 氣墊腮紅 然後算是它們最近出的 不對它出三個顏色 我只有買兩個顏色 然後 為什麼只有買兩個顏色 原因是因為 它有一個顏色 非常非常的粉紅色 然後 我就沒有很喜歡 然後因為它兩款都偏粉 所以我想說 既然都偏粉 那我就買其中一樣就好 然後另外一個真的太粉了 我就沒有很喜歡 然後一個是比較 橘色的 這個是 C1 這是清透光感氣墊腮紅 C1甜心三股 跟 P3 春樣薔薇 然後也都是新的 給你看它們兩個包 我看一下有沒有不一樣 欸好像 欸 外表都長一樣 只有那個顏色 貼紙的顏色不一樣 這個是 甜心珊瑚 這一款是甜心珊瑚 然後 這一款是 春樣薔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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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